第28题,28、29题是体主,丁丁在实验室内依照下表将盐酸溶液与蒸溜水均匀混合,配置出三种不同浓度的水溶液,并加入甲乙饼三支试管内,请回答28、29题。 第28题是问我们说,甲乙饼三支试管中的溶液,何者之PH值因最小?PH值就是氢磁子浓度,氢磁子浓度如果越大,PH值就越小。 我们的盐酸是强酸,它会完全解离,所以盐酸的浓度如果越大,就代表氢磁子浓度会越大,也就是PH值会越小。 我们的三杯原来的盐酸溶液的体积都一样多,我们加入蒸溜水的体积也一样多,所以就是说,如果我们原来的盐酸的浓度越浓,那么它稀释后的结果的浓度也就是越浓。 那么盐酸的颜度越浓,就代表氢磁子浓度越大,就代表PH值是越小。 我们发现,我们的饼四管,它原来的浓度是最大的,所以它最后稀释出了结果的PH值会最小。 第28题问我们说,何者PH值因最小? 我们答案选择是C。